说起游戏本,在80、90后的第一印象,可能是傻到黑粗,就像这样。游戏本拥有优秀的性能,只可惜它的散热和便携,一直是非常大的问题。又黑又硬笔记本的标配。 可这些年来,游戏本的受众却越来越广泛了,传统的笔记本品牌们,都纷纷推出了自家的游戏本资品牌,比如惠普的暗影精灵系列,联想的拯救者系列以及红旗的掠夺者等等。 从冷门到热门,从小众到被人们所熟知,回顾整个游戏本的发展历史,托尼觉得有那么几个节点,应该被像你我一样喜爱硬件的人熟知。 惠普游戏本系列的暗影精灵。 第一台外星人发布于2002年4月,采用了奔腾42.8G CPU,512兆内存,以及ATR2ADEON9000移动版独立显卡。 要知道当时主流的台式机配置,才是奔腾41.8G,MVIDIAGEFOR2E2,MX400的显卡,这种吊打搭配,基本上可以通吃当时市面上的所有游戏了。 传说中的第一台外星人。 当然了,它的价格也明显能够吊打其他友商。 高达2900美元,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,大概要23000多人民币。 过高的价格买得起的人少成本降不下来过高的价格。 这仿佛是一个死循环,游戏本在市场的边缘,兜兜转转停不下来。 真正打破僵局,将游戏本这个概念带给更多玩家的,应该是在神州的战神系列推出之后。 2012年,一直主打性价比的神州电脑,推出了游戏本系列战神。 相对于其他品牌的电脑,战神的目标人群很明确,就是针对于预算不多,但是有游戏需求的玩家。 同等价位下,战神系列的游戏本的配置,总比其他玩家要高不少,一时成为学生党和工薪层的心头好。 不过由于成本都花在配置上了,所以它的外观,便携性和散热效果就比较平平了,这也是它最被人贡病的缺陷。 战神的出现让更多人体验到了游戏本的性能,但是那时游戏本的重量,实在是太夸张了,导致买了这种电脑的人被称作习武之人。 真正有所突破是在2013年,Intel发布了Haswell架构CPU,并在移动端逐步推广,不可拆卸版本CPU,代替可拆卸版本CPU。 去掉了CPU卡槽之后,笔记本瞬间压扁不少。 在NVIDIA实际移动端显卡当中,有个MAXQ版本显卡,MAXQ版本显卡,削减了显卡核心的流处理器,降低了显卡的频率,但又没有明显减低显卡的性能。 频率下来了,温度和功耗就都下来了。 厂家终于不用费尽心思搞散热装置,笔记本的体积进一步减小。 像大灯厂雷蛇就推出了主打轻薄的零刃系列笔记本,拥有8.i7和1070MAXQ,整体机身重量却只有2.07千克,厚度薄到有1.68厘米,这个体型简直可以媲美轻薄半工本了。 华硕的玩家国度,微星都跟上了潮流,纷纷推出了自己的轻薄游戏本。 由于轻薄游戏本体积上的变化,它的性能虽然可以唱完不少大型游戏,但终究不能达到极致的游戏效果,无法满足追求游戏性玩家的需求。 它们的需求催生了笔记本另外一种形态,这些游戏本有追求极致性能为终极目标。 代表选手有蓝天、微星的高端准系统,前面提到的神舟,有很大一部分,采用的就是蓝天准系统模具。 厂家放心病狂的在游戏本里堆上可拆卸更换的台式机CPU,破解MVIDIA在普通显卡里的功耗墙,加装奢华冷却系统,甚至还有电竞瓶和机械键盘。 如果游戏玩家不满足的话,还可以自己更换CPU和显卡,总之一介意性能优先。 如果你的便携要求不那么高,平时可以把电脑当台式机用,但你玩的游戏对电脑性能要求又很高。 那么这类游戏本是你不错的选择。 如今很多人对于游戏本的定位产生了疑问,随着轻薄型笔记本的性能越来越出色。 游戏本的定位开始变得模糊,毕竟不是谁都任意背着一块砖出门的。 条件允许的话,托尼还是建议大家打游戏买台式主机,出门带一台轻薄型的笔记本,这样不管是在价格还是实用性上,都比单独一台游戏本要强得多。 毕竟扛台性能过硬的游戏本出门,和扛台主机,也就拆了个显示器。 参考资料,中关村在线神州电脑发展史中关村在线游戏本史中必看Eleanware笔记本发展史。 三个钟 第二十七 感谢观看